3月24号 北京奥运的圣火采集仪式 在希腊奥林匹亚赫拉神庙前举行 虽然当天天气晴朗 但是人权分子抗应闹场的插曲 还是让取火仪式留下了阴影 之后圣火在希腊境内要传递六天 担任第十七棒火炬手的艺人王力宏 特地剪了短髮刮了胡子 展现专业火炬手形象 他接下火炬后 出人意表地亲了上一棒刘洪亮一下 被媒体形容是奥运之吻 另外女星张子怡也来共襄胜举 我们中国同胞都在这里来支持 她是非常非常麻烦 非常非常有力量 北京奥运的火炬接力主题是和谐之旅 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 圣火将经过五大洲的二十一个城市 五月二号 圣火将抵达香港 在中国境内三十一个省传递 圣火传递的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天 总路程大约十三点七万公里 创下传递路线最长 范围最广 参与人数最多的圣火传递记录 虽然大陆展现办好奥运的企图心 但是大陆在西藏苏丹和缅甸问题上 漠视人权的记录 让人权团体不断呼吁要杯葛奥运 连法国总统萨科奇都说 不排除以某种形式抵制开幕式 不过大部分的运动员 还是不愿意让政治牺牲了 夺镜牌的机会 运动员可以搁置政治争议 但是却无法躲开北京的空气污染 为了改善空气品质 北京市民冬天取暖用的三万多个煤炉 全部改成了电炉 首都钢铁等两百多家重污染的企业 不是被迫搬迁就是干脆停产 大陆中央还推出山东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六个省份 联手降低空气污染的计划 不过专家认为执行的程度令人怀疑 我认为一部分的问题是 那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信仰 这些政府的信仰 这些是好的想法 但是防御的信仰 可能会缺乏 伊索皮亚马拉松名将海利 因为担心空气污染会引发他的气喘 已经决定要放弃马拉松 该挑战一万公尺长跑 让北京脸上无光 除了空气污染 食品的安全也是北京当局的重大挑战 估计光是奥运选手 就要消耗七万公升的鲜奶 三百三十公顿的蔬果 八十二公顿的海鲜 跟一百三十一公顿的肉类 大陆当局设置的高科技温室 专门栽种送到奥运村的蔬菜 温室的空气 水质 都二十四小时监测 肥料全是有机肥 万一出了问题 电子标签系统可以直接查出 是哪个温室栽种 尽管如此大费周章 还是传出美国队打算 自备选手的食物 甚至自己攜带空调器具 北京奥运被媒体形容是 数十年来争议最大的奥运 短短六个月内 北京必须化解国内政治纷扰 改善空气与食品安全 还得在国际上维持和谐的形象 挑战之大难以想象 不抵达短与食品主讯 感谢观看